25年之前 侏罗纪公园上映 从此之后 他就变成全世界人的共同记忆 Steven Spielberg 在3岁的时候就能叫出恐龙的全名 而他透过这部电影 让恐龙成为了全世界小孩朝思暮想的神秘存在 这部电影十足展现了什么叫做Spielberg的魔力 尽管是一部已经25岁的特效片 却不见年代感 然而2015年侏罗纪世界虽然变得更大 却反而失去了许多魅力 为什么? 为什么在25年之后 侏罗纪公园仍然是不容错过的经典 当然侏罗纪公园会有他现在的地位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第一部让人大开眼界的恐龙电影 在那之前 电影中出现的恐龙 多数时候都是以停格动画制作 无法让观众产生融入感 而侏罗纪公园 不论符不符合考古事实 是第一部真的让观众看到恐龙出现在自己眼前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电影 全世界都为之惊叹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然而作为第一部这样拍的电影 并不是他经典的唯一原因 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 最表面的原因当然就是视觉效果 当年采用真正的恐龙拍摄 引起巨大的风波 所以后来的续集才改成电脑动画 认真的说 侏罗纪公园使用许多机器拍摄 或者是用穿着服装的演员 这些都给这部电影一种电脑动画完全无法取代的可触及感 的确还是有电脑动画 但是这两种技术的融合 让这部电影不会像许多老片很快就产生年代感 然而到了侏罗纪世界 只剩下晚龙是使用机器道具 而特效并不能成就一部电影 顶多只是锦上添花的香料 侏罗纪公园 首先有的是一个扎实的故事 吸引人的角色 从头贯穿到尾的主题 侏罗纪公园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但是他却尽全力地讲好这个故事 惊人的是 在这部夏日动作片之中 恐龙出现在画面上的时间只有不到15分钟 你没有听错一部叫做侏罗纪公园的电影 恐龙占不到全片1%的时间 而就是这样谨慎的使用 才让恐龙出现时加倍有效 相比之下 侏罗纪世界常犯了蓄集常见的误以为 更大更多就是更好的错误 Claire 在电影中说 诈听之下 可能是对于现代电影观众越来越求声光效果的评论 但是这句话比较像是个借口 而不是个自觉的评论 藉由说现在的人都已经不被恐龙惊艳了 来辩护无意义的增加声光效果这件事情 正是因为观众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更不能用更多更大的特效来吸引人 而此这个论点本身就没什么逻辑 这是恐龙耶 无论如何都会有人来看的好吗 想象一下你是迪士尼乐园执行长 你在开会的时候听到有人说 我觉得必须瞬间让一半的工作人员突然消失 才能吸引到新的游客 你不会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是没事找事做吗 而诸楼记工人的主旨 也是让他如此精彩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生命无法控制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这是一个大自然对上人类的故事 而因为John Hammond自己的傲慢 而造成整个乐园的毁灭 在侏罗记世界之中 这个主题就被淡化许多 因为这次的主要反派 帝王暴龙从头到脚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剧情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这不再是自然对上人类 而是剧情对上人类了 电影是一门制造假象的艺术 我们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假的 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会选择相信 前提是如果电影拍得好的话 侏罗记世界之中帝王暴龙的设定 就打破了这种假象 而成为了一个剧情工具 侏罗记公园 乍看之下主角可能是恐龙 但是他其实是聚焦在人身上 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 讨厌小孩的考古学家 有如摇滚明星的数学家 愿意展现自己脆弱一面的女强人 一个特别有趣 但是可能要仔细看才会发现的角色特性 是John Hammond 他从一开始就展现一副慈善 有着崇高愿景的和哀老人样子 但是他在餐厅吃冰淇淋 对着Sattler博士独白的时候 谈到了自己以前的跳蚤杂技团 而在他发表这段独白越来越激动的时候 他的苏格兰口音慢慢泄露出来 此时我们才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在别人面前戴上面具的狂人 就是这种小小的角色时刻 不断的累积造就这一部电影 或者是另外一个足以当成教科书的例子 他们搭乘直升机抵达岛上时颠破了一下 一群人赶忙细伤安全带 而电影竟然用细伤安全带这个简单的动作 来展现角色性格 首先看到的是律师 他慌忙的手忙脚乱的扣上 显现他的焦虑以及不安全感 接下来是Malcolm 若无其事的扣上 显现他的从容不迫以及自信的态度 最后是Grant 拿到了两个安全带头 却灵机应变地绑在一起 表示他在遇到困难时 并不会寻找正确的解决方式 而是临场发挥 反观侏罗记世界 就充满许多不必要的细节以及场景 还有刻板印象接着刻板印象的角色 噢 这个工作狂女强人连自己外甥的年纪都不知道耶 大家好 我是前任军人第2867号 或者是那个想要用去猛龙来当武器的家伙 整部电影剪掉他的戏份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或者哥哥Zack一直盯着别的女生看这个元素 我看了超多次还是无法理解意义何在 是要表达对自己女友不忠吗 那他为什么还要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我们知道这一点又对于了解他的角色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不断的举出这部电影各种没必要的解释性对话 以及毫无帮助的场景 但是大概懂我的意思就好 而Spielberg这个电影魔术时 不仅在侏罗记公园的故事和角色上下了许多功夫 在技术方面也用了许多巧思来让人更融入这部电影 首先当然是John Williams永远无法让人忘怀的主题曲 会让人印象深刻不只是旋律本身 而是使用的实际 在侏罗记公园之中 第一首主题曲 在他们搭直升机前往导向时出现 这对于角色们来说是他们的冒险召唤 他们的触发时刻 这个导向的冒险就此展开 而在侏罗记世界之中 出现的时候是 他们去看公司新创造资产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热情 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 确实这至少比环太平洋2 在修东西的时候放主题曲好一点 但是这个标准实在是很低 我到现在想到还是会怒火中小 真的 在修东西 放主题 放主题去 你他妈跟我认真 或者是Grey打开饭店房间 我们看到整个侏罗记世界的时候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有起鸡皮疙瘩 但是主要是因为音乐本身 这个画面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看到Grey的反应 在侏罗记公园之中 我们除了看到恐龙本身的惊奇以外 还有角色们的反应 因为这些角色的反应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但是在侏罗记世界之中 摄影机直接飞过主角没让我们看到他的脸 飞过去也就算了 画面还不是朝着恐龙推进 而是游客中心 我看错电影了吗? 这部电影叫做游客中心世界吗? 问题就出在于这部电影 往往选择看起来很酷的方式 而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 侏罗记公园就使用了许多 并不是特别绝妙 但是极为有效的剪接以及运进方式 举最经典的暴龙场面来说 此时电影已经超过40分钟没有大型的恐龙场面了 但是Spielberg完全不急 他慢慢的建立这一幕的悬疑以及张力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用剪接来将我们放到角色们的位置上 怎么说? 在这场戏之中 每个镜头都接到下一个镜头 Tim拿起夜视镜 下一个画面切换到他的视角 再来是他所看的地方 也就是Grant拿着水瓶装水 此时电影仍然没有释放他的张力 透过震动的水杯告诉我们 有东西要来了 我们都知道什么要来了 但是Spielberg就是不给我们 直到他反利用了 他在之前建立的剪接节奏来惊吓观众 Lex看向右边 依照之前的一个镜头接到下一个镜头的原则 我们以为会接到他弟弟Tim的表情 但是... 而这 就是侏罗纪公园的魔力 利用巧妙的剪接来吸引观众 再颠覆这种剪接来惊喜观众 其实这种剪接手法并不难 电影中也常有一句话来cue下一个画面 我把车子停下来 我应该把车子停下来 我应该知道如何开门 来将观众带入电影之中 往往选择看起来很炫炮的画面 而不是真正有效的画面 像是这一段 一开始将我们放置在Owen的处境之中 我们看不到帝王暴龙的全貌 只能跟他困在车底 产生某种幽臂恐惧感 然而下一个画面却切到恐龙全身镜头 打破了这样不知所措的恐惧 或者是最后面这场打斗 摄影机华丽的用玄壁镜头飞跃环绕两个恐龙 看起来很酷没有错 但是就是无法感受角色在地面上的恐惧 角色故事剪接画面特效 侏罗纪公园完全展现了一部完整的娱乐电影的要素 侏罗纪世界绝对不是一部烂片 我当初还在电影院看了三次 但是从各种面向来看 他似乎都只求勉强及格 显现了许多续集电影的通病 只想要更大更炫 但是却没有思考一部好电影真正的精华 他们如此执着于他们能不能这样做 却没有思考他们该不该这样做 也许有一天恐龙能够再次让世人惊艳 但是在那之前 就如Laurie所说 那第一部分是真实的 你知不知道 我有很多尊重 他们没有需要这些基因的组织 他们只需要猪猪 真实的猪猪 你对于猪猪系列电影怎么想? 你觉得陨落国度有进步吗? 一起来留言讨论吧 想要关注蚁人与黄蜂女的红毯活动 以及专访活动 别忘了锁定这个频道 想要看到更多电影解析 更别忘了订阅看更多影片 我是超粒方 我们下部影片 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